幻想哥的杰克,囚徒,佣兵,空军,园丁 这个阵容打杰克 杰克宝瓶真胜 这个阵容打杰克,杰克输不了的 因为这个阵容,空军,囚徒 这两个点,杰克是吃的 然后园丁的话呢,杰克其实也还好 不虚 这边的话应该是想骗一手 但是没想到人是往另外一边走了 兜了一拳 但是杰克这边回头已经看到了 想低头走陆续个狩猎本能吗 这边回头往里进 一刀,实体刀,没关系 实体刀就实体刀 反正我两刀能带走你 杰克都是宝瓶真胜的 这个局我觉得囚人者这边打杰克 除非是第一波 囚徒溜得非常好 这边又要骗一波 我这球都不会上当 囚徒这波是怕什么呢 怕一个隔墙误刃 他就翻下来了 翻下来的话 这边一刀乌刃带走 这 交个电进交互点 乌刃好就倒 整个击倒的话 因为这刀乌刃没打中 整个击倒会慢一点 那这个慢的话呢 杰克的迎面就要差很多了 本来傭兵的机子可能差一半 现在的话只差了三分之一 对吧 本来外面的队友的机子可能修不完 你挂过这个蛮干扰到 现在可能都修完了 这个其实差这一刀乌刃的时间差蛮多的 杰克其实他的一个容错率很低的 就是你中间慢一点点 你多一刀乌刃的时间 你的一个迎面可能就从七成降到三成 差很多很多 这把的话 佣兵应该是一个护臂跳过来 但这位置跳的其实有点尴尬 这位置跳有点尴尬 要吃乌刃了 再跳一个 啊 这护臂没关吧 炸裂 还好这刀乌刃没打到 那 那也行 赛温施马 燕之飞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 这波 确实过半了 怎么 我给大家讲 这波为什么杰克过来追这个节奏 因为这波 如果说杰克去挂飞这个囚徒 其实穷者是可以保平的 这个局 他一定要过来追一波节奏的 为什么我刚刚说 赛温施马 燕之飞服 卡半救下来 然后穷者是不是要救第二波 你救第二波的时候 出现救不下来的情况 有没有 会不会有可能有 那么一旦出现救不下来 这个局会变得怎么样呢 就是挂飞一个再挂一个 杰克就赢 但是如果说刚才这波 过半了 救下来了 杰克去针对这个囚徒打了 挂飞了 外面这几个人 空军满血带飞轮 园丁满血带飞轮 拥兵 拥兵这个角色 你你击倒了 你敢挂吗 你挂都不敢挂 你只能在旁边插个眼 那么 你就很难说快速的起第二波节奏 这样的话呢 球者其实可以打一个三人 可以把人家保平的 但没想到幻想哥这么凶啊 对吧 击倒了 这囚徒以后看见园丁 直接过去把他给抬了 这波想躲枪 误刃马上好 来 中门对局 误刃飘 飞轮顶 帅是蛮帅的 这波的话空军是知道 你会交这个误刃 直接就是交枪以后 顺发一个飞轮 这波的话 可以啊 这波因为空军这里的一个操作 捷克可能要底牌切传送了 看到密码记走 那他的底牌切传送了 一刀户是甩中 可以 那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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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机子不够 如果说他没办法秒掉这个空军的话 其实要底牌切传 现在直接切传也可以 这边切传以后呢 就是什么呢 击倒园丁 就是一个人机同手 就是一个人机同手 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死局 死局 熊者 这边他们需要干嘛呢 他们需要补状态 需要起心机 找傭兵来救 那傭兵来救也不是很实际啊 这傭兵 你不说他救不救得下来 就算你救下来了 机子还不够呢 你还得拖 看见傭兵了 傭兵是个明面上教自己 真就救下来了 打一个什么 打一个三人开门战 傭兵是教自己的 园丁的话 你得过半就吧 园丁是个挂飞 两个人都是突破口 而且杰克的话 打到这个残局 手里面还有一个飞轮 还有一个传送 所以这个局是没法打的 但杰克这波追出来的话呢 傭兵过去把人捞下来 有没有可能 没有可能 杰克管命马机就行了 杰克管命马机就行了 而且他手里有双刀 一刀无刃飘中 回头追另外一个 直接结束 这把大家不要觉得 好像傭兵过半是一个 杰克的一个制胜点 杰克的制胜点在于那波追圆丁 在于那波追圆丁 他那波追圆丁确实追得很漂亮 就是不追那波圆丁 真的穷子很有机会能平 非常非常的有机会能平 两秒钟传送 传不传 敢不敢传大局观 体现出来了 圆丁续盾 一刀无刃破盾 好三二一 这块板子有点帅的吗 那你圆丁别走了 先挂飞 再找空军 更稳一点 幻想这个杰克 打得稳 而且他的那个打法 其实相对来讲 跟小七的不一样 小七是真的就是 靠着自己的操作 硬秀 他的话呢 相对来讲 会更加的扎实一点的打法